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村子里最优秀的小伙子被冤入狱做了十年牢 然而整整十年期间 小伙最好的朋友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看望他 小伙以为朋友们都有各自的人生要忙碌 却殊不知他自以为最要好的同学和伙伴 全都揣着见不得人的秘密 昨天,署长的小儿子阿剑忽然从国外回来 十年前郑宇入狱后 阿剑立刻被父亲安排去了国外读书 如今回国后,阿剑喝得醉熏熏地来到郑宇家 老友重逢,郑宇正要寒暄 不想,阿剑竟直接跪在郑宇面前 口中不断地道歉 说话的同时,阿剑将一支行李箱推到郑宇面前 郑宇打开箱子 一看,里面装着的居然是遇害女生宝英的书包 书包里,宝英的书本和物品全都还在 郑宇禁不住质问 想知道宝英是否是被阿剑所杀 阿剑支支吾吾无法回答 郑宇见状拿起宝英的手机 跑向仓库,找到充电线 试图打开手机 找到可能藏在里面的线索 郑宇查看手机的同时 阿剑的署长父亲发现 儿子在家中的温室挖掘过 察觉到异常后 给两位村民打去电话 村民立刻驱车来到郑宇家 间地上散落着写有宝英名字的练习册 村民的神色慌乱异常 甚至试图从阿剑手中抢过书包 情急之下 阿剑躲入郑宇的卧室 将宝英包里的书本 藏到郑宇的书架上 两位村民不惜强行闯入 推到阿剑抢夺书包 郑宇听见声响 匆忙之间将手机藏在仓库顶部的家板内 见郑宇来了 村民静止抄起花瓶 将其砸晕 后将阿剑背出 将书包及阿剑带来的行李箱全部带走 两位村民的目的地是署长家 安抚受伤的儿子睡下后 署长和两位村民秘密谈话 村民将宝英的练习册扔给署长 口中说着庆幸 杨爷幸好他们先一步将东西拿了回来 否则被郑宇看到便大事不妙 第二天醒来后 阿剑仍然想将宝英的书包交给郑宇 书长父亲却极力阻止 见状阿剑哭着跪在父亲面前哀求 说这十年自己极度痛苦 因为郑宇是代替他坐的牢 署长试图宽慰 认为郑宇如今已经出狱 过去的便已然不再重要 阿剑却摇摇头 他很清楚出狱后的郑宇过得并不好 过去的罪恶也从未被真正掩埋 说吧 阿剑扬言要自首 署长却强行将儿子拖入房间 再将房门锁死 称当年之事只是意外 另一边在医院院长的陪同下 小雪前往医院看望小五 见到小雪后 小五询问小雪是否找到自己藏在温室里的画作 小雪直言没找到 画作似乎被人收掉 小五文言变得紧张兮兮 拜托小雪无论如何 都要将画找到并交给郑宇 为了帮郑宇自证清白 纳谦特意举办同学会 试图从同学们的口中 获悉案发当日的线索 然而纳谦话音刚落 老同学小胖和做警察的老同学小梁不适时地出现 小胖和小梁委婉地告诉纳谦 其余同学根本不可能知道案件的任何线索 同学会散场后 两人又出声提醒 表示纳谦如今是小有名气的演员 和郑宇这样的前科犯混在一起不太好 纳谦转而提出 希望能带郑宇离开村再到首尔 听到这话 小胖和小梁立马变得高兴 甚至主动表示会从中帮忙 此外 卢警官一直瞒着署长私下调查郑宇案 并拜访了郑宇的班主任 班主任透露 高中时 郑宇 宝英 小武 阿剑两兄弟 以及小胖和小梁 是关系最好的六个朋友 当时六个人几乎整天粘在一起 然而十年前 郑宇进监狱后 剩余了五人 居然没有一个人前去探望 不止如此 五人中 有人去留学 有人去当兵等等 似乎每个人都在一夜之间离开了这座村子 卢警官愈发认定事有蹊跷 就在这时 警官发现郑宇被村民砸伤 拜托小雪将郑宇送去医院后 卢警官来到郑宇家中查看 后在仓库的顶层家板内发现属于宝英的手机 手机里 卢警官找到一则视频 那是案发当晚宝英和小胖 孝良以及阿剑在仓库内一起喝酒的往事 画面里 几个年少的朋友说着各自的梦想 宝英梦想着找一位帅气的老公 然后嫁得远远他 只可惜天不遂人怨 看完手机里的内容 卢警官认定郑宇的这几位朋友 才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此时郑宇出院 看到自己的书架上 颤了一本写着宝英名字的书 郑宇将书交给卢警官 警官打开一看历时震惊 只见眼前 宝英遗骸上不翼而飞的内裤 竟夹在书本内 得知书本是阿剑交给郑宇的 警官立刻意识到 这是凶手侵犯宝英的铁证 此时书长前来敲门 卢警官提醒郑宇 如果将发现的线索告知署长 案件的真相将永远石沉大海 略做思索后 对署长郑宇什么都没说 卢警官同样如此 现在的他不敢轻信 这座村庄里的任何人 接着小胖和小梁接到电话 得知宝英的书包被找到一时 二人立刻神色慌乱 但很快 做警察的小梁冷静下来 并提醒小胖 仅仅指示书包的话 不具备法律效力 这时郑宇发来消息 称自己家遭到强盗入侵 看到短信 小梁冷笑一声 又一次提醒小胖 要表现得自然些 扬言村子里 没有人会帮郑宇 小梁与小胖 来到郑宇家中 小梁先是装模作样 将砸伤郑宇的花瓶 拍照存证 后又和小胖一起说服 郑宇离开村庄 到国外去留学 好重新开始 还扬言两人会尽全力 帮助郑宇 郑宇提起两名遇害的女生 小梁和小胖 又劝她忘掉往事 尽快翻篇 二人不知道的是 郑宇早就打开了手机的通话 此刻三人的对话 被卢警官听得一进二出 待小梁小胖走后 卢警官将小胖用来喝果汁的杯子 装入物证袋 但试裁 小梁没喝饮料 无法借此提取DNA 卢警官找借口 约小梁出来喝酒 再偷偷带走小梁用来吃饭的勺子 很快检测结果出炉 显示宝英内裤上的DNA 与勺子上的完全一致 这下卢警官恍然真相 然而署长那边 已经察觉卢警官的行动 为了阻挠 署长要求小梁 跟踪监视卢警官 当晚发现卢警官从国科搜出来后 小梁意识到大事不妙 并一路驱车跟踪 被警官发现后 小梁绕到小路 趁警官不备 直接将车开出 撞上卢警官 另一边 郑宇和小雪来到署长家中 寻找阿剑 发现阿剑被锁在房间后 郑宇破坏门锁 进入房内 希望阿剑将案发当晚之事 以五一时地告诉自己 在郑宇的哀求下 内心愧疚的阿剑 终于说出当晚的真相 听闻真相 郑宇冲到医院 手持锤子 怒问小胖为何要杀害宝英 面对狂怒的郑宇 小胖起先还打算撒谎隐瞒 郑宇却直接说出自己掌握的证据 眼看郑宇手中的锤子即将落下 扛不住的小胖终于开始松口 然而小胖却吼道 认为一切都要怪郑宇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咪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